花林县疫警大队3月2号是由大队长陈奕峰 北区副大队长尤淑珍亲自前往花林县进五大分局 慰绕疫警同仁的辛劳 同时也制证了颜色鲜亮背心以及泡茶足礼盒 希望能够提升疫警弟兄们 在执勤勤务时更能够安全更有能量 花林县疫警大队长陈奕峰 与北区副大队长尤淑珍3月2号一大早 陆续前往花林县进内五大警分局 慰问疫警伙伴们辛劳 大队长陈奕峰感谢弟兄姐妹们无私奉献 新年度的长讯即将展开 他也请大家继续为维护社会治安交通而努力 青春愉快 我想过去一年当中 大家经历过很多的 大概这一二十年以来 大概的最严重的一场疫情 那现在看起来整个疫情已经趋缓很多 那我们今年我们的上半年的长讯 我们依据在四月份的廉价过后 我们即将会在两个礼拜之内把它来做完成 就是针对五个分局的部分 那到时候会再请各中队长 再跟所有的队员一起联系 那感谢各位谢谢各位过去一年当中 对所有整个花零线的付出 再次感谢各位 谢谢 北区副大队长游淑珍也特别致证礼品 希望疫情伙伴们在执行勤务时 也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安全 警力有限 名利无穷 让我们用写情名利 共共社区跟社会的安全 疫情大队今天分别到五个分局 来慰绕我们所有辛苦的疫情伙伴朋友 添购了我们亮丽的明显的安全的黄色背心 希望主取我们在服务的同时安全的防护 谢谢我们所有的写情名利 为我们开启所有乡亲安全守护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来加油 全心亮眼的背心还有暖心泡茶主礼盒 让疫情弟兄姐妹们相当感动 大家也更有士气 要继续捍卫社区家园的平安与幸福 歇情名利 疫情战战战 戒旅会欢迎室报导 啊 啊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